日本家营业小担当 萌萌酱又上线啦 大家好,我是日本家的萌萌 日本家群体员工,祝大家端午安康 大家要记得吃粽子呀 接下来我们进入主题 今天想分享给大家的是 比较少见的大户型公寓 81平米的三居室 我们先从周边设施开始了解一下吧 距离公寓最近的车站是270米 距离超市350米,大概4-5分钟的距离 步行就可以到达人气动门街 开始逛逛逛 南部圈天王寺动物园 都在徒步5-6分钟就可以到达的距离 这个地理位置真的是毫无槽点 了解完周边设施以后 我们看一下户型图吧 左边玄关进来以后 通道两边分别有ABC 三间卧室 之后就是达到13铁约21平米的客餐厅部分了 我现在是福的玄关的位置 然后右手边是一个鞋柜 给大家看一下 我本来以为它就是一个单纯的鞋柜 然后右边的柜门打开以后呢 让我们不得不佩服设计师带来的一些巧妙的设计 这个地方是雨天用来挂湿漠漠的伞用的 然后下边这个铁盘子呢 是可以很轻松的挪动 顺着伞滴落下来的云水 就可以很方便的处理 有时候生活里一些小小的细节 真的是能带给我们很浓烈的幸福感 通道两边分别各有一个卧室 接近左手边的去看一下吧 我现在在卧室的这个窗户里面 看一下 这个双层窗户的设计 我们以后可以考虑用在新家的设计上 双层窗户非常有效地隔离了走廊外的噪音 打开和关闭之后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这是第二间卧室 整个拍摄都是没有开照明灯的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直观地看到采光情况 我们看一下这个在这里的一个 超无常的收纳柜 卫生间马桶旁边安装了一个木质扶手 这对于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 真的是太友好了 既放心又安全 现在我们来到洗浴间的部分了 我打开柜门以后啊 就马上注意到了这个抽屉 这里用来收纳叠光整齐的浴巾再合适不过了 然后呢这个可抽出式喷头对于男主人来说啊 是非常实用的 然后早上出门前 在这里就可以很快地冲洗一下头发 帅帅的出门啦 这个客餐厅够大 视野够开阔 我喜欢 沙发餐桌啊电视机书柜都可以随意发挥啊 半封闭式的八台型厨房 既美观又可以遮挡油烟 尤其是我们中华料理 油烟是比较大的 最后这个和风卧室的用途就比较广了 孩子的玩具房啦 大人的书房 或者是手办收藏品的摆放 怎么喜欢怎么来啦 今天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日本房产信息的小伙伴 可以在下方留言 今天端午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 不能跟父母团聚的友子们 记得给父母打个电话